3月22号 篮球没有终点 故事总有起点 Hello大家好 我是酷奇 欢迎收看美国时间3月22号 由勇士对战独行侠的勇士战报 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开局 勇士立即拿出两种时常使用的战术 并加以融合 首先是Curry的Motion Week 让追猛在第一位持球 再转而让Thompson跟Dante搭配Gaggo Action 成功投进三分球 成功的开局战术与Thompson出色的手感 外加急迫独行侠防守失误 让勇士在首节前半段取得小幅度的领先 不过这段期间 勇士自己也出现了几次防守瑕疵 包括10分38秒 Dreamon过于内缩 让Kliber有空间出手3分球 8分12秒 Curry一开始的站位 就给了Josh Green空切的机会 7分43秒 Thompson进去补防 被Dante的传球动作骗到0.5秒 让Pow接到球轻松得分 随着防守失误 勇士进攻端也开始出事 领先地位直接拱手让人 勇士在暂停过后拿出Spotish Action 让每每对战斗 致力封锁勇士外星的独行侠 发生换防失误 让Kominga溜到禁区得分 不过自这一季进球之后 勇士足足有3分多钟都没有得分 Kominga被放头的日常 勇士进攻端失误的日常日复一日 幸好Kominga有扛起Wikis之前的任务 在防守端给予当局不小持球压力 勇士本场防守也采取积极包夹当局 或者是一档菜就上包夹的策略 当局转传后的防守轮转 第一节也做得还不错 有效降低了独行侠火力 在牙火期间不至于被拉开到双位数 4分05秒 场面的Kirk比出手势51 如果还没忘记的球 应该知道这是一波1号持球打双挡猜 让2号走Flare Screen的战术 不过这波Thompson走得太快 反倒让Kirk传给罗尹的Jo Michael打进2加1 3分50秒 独行虾想打高位挡猜 让当局摆脱Kominga 不过布尔一起上高位夹击 让Kominga成功抄球 并化成港国野兽 下跑的工作人员完成灌篮 好不容易追上分数时 勇士祭出了Buck Sen1 不过Thompson很明显不知道球队正在守Buck Sen1 一开始搞错去守当局局 看见Kominga在负责防守后 还跑去Buck Sen1本来就没人在防的Bullock 他的正确站位应该是洪框处才对 结果就让Holiday出现空档能出手 幸运的是没有投进 但接下来两个回合就没那么幸运了 勇士持续守Buck Sen1 Thompson还是不在状况中 跟着Kliber下沉禁区 让哈迪有空档投进三分球 下一波则是Lamb过于大意 让Word在Buck Sen1的甜蜜区拿球轻松得分 总结来说 勇士这三波Buck Sen1是完全失败的 幸好第一节最后两分钟 勇士的拆击阵容还算给力 扑合跟Kominga表现不错 尤其是Kominga的传球视野越来越好 这波第一位背框有发现空档的Lamb 只可惜独行侠外线也很出色 最终首节打完勇士还是落后了独行侠三分 第二节勇士靠着Kori几波精湛的给球 反超独行侠 但是在Kid喊暂停后 独行侠在没有当局的状态下 把进攻重心转移到Word身上 让骑在勇士禁区缴获 先是靠着挡拆错位打目的制造犯规 后续强攻篮下也让Kori赔上打手犯规 8分多钟更是在禁区吃掉追猛 更惨的是追猛上场不到一分钟 因为第三次犯规载度下场 后续勇士接二连三不必要的犯规 让独行侠很快拥有团队加罚 但必须说独行侠这种PACE较慢 不擅长打转换快攻的进攻 对于本季回防落位神烂的勇士 也没有办法造成太大威胁 尤其是Kominga持续在防守端 骚扰当局的情况下 甚至还有一球超到后 直接推进灌篮 如你在禁区也成功补防 当局两次的突破上篮 其中一球也让Korey找到 推进速度神快的Kominga灌篮成功 把领先分差拉开到4分 第二节前9分钟 独行侠虽然发了12球 但其实勇士只让独行侠 投进4个field goals而已 可惜而是勇士没有办法 限制独行侠到中场结束 只有2分半 再次让当局突破了勇士防线 并串联全队进攻 包括吃掉Kominga的2加1 错位单打Luni得手 还有二轮新秀哈迪精彩的表现 让独行侠最后2分钟得到了12分 不过勇士也不甘示弱 靠着Korey的后车3分球 以及中场结束前指挥波进攻 Korey突破吸引到三人内缩禁区协防 他们的空间也清开了左侧空间 给Dante投进了3分球 让勇士能以2分离线到下半场 第三节开局 勇士立刻拉出10比3的攻势 几波防守做得很出色 除了这球洛车底角Korey的晃神以外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其中有7分来自于追猛 不过本季的勇士要半分也是轻而易举 先是波拉克和Dante连线投进了3分球 站紧接着是Dante的传球失误 即使勇士有挡下Dante的快攻 但是后续Thompson没有必要且过于突然的换防 反而让炮轻松得分 瞬间分叉回到4分 逼的Steve Kerr喊出暂停 暂停过后 Korey和Dante配合打了一波蛇心挡拆 尤其是Dante的Snaker Screen相当聪明 在高位挡拆后迅速走底线做第二次掩护 这技巧是不少年轻常人应该要学习的 追猛在这之后也不让Kominga专美于前 在防守端无所不在 多次破坏掉独行侠的进攻 第三节后半段是Poor时长小爆发的时刻 本场也不例外 一上场就拿出Dive点名当局去 追猛先上档菜再弱进去 让Kominga把当局带上高位点名 Poor立即以Crossover突破再传给追猛得分 警戒是接球后突破哈迪得到2加1 2分半中Poor和Kominga搭配高位挡拆 想要点名当局去 Poor却反其道而行回去掩护切入灌篮 1分半的双挡拆则是直接跳Clip打点 用突破后的转身脚步抛头放进2分 最后3-4秒则是买到Holiday的犯规罚进2球 追猛进攻则是用转身切入吸引到斜方 再次找到空切的9Michael得到2分 Poor在第三节最后5分中创造了13分的价值 可惜的是勇士在最后波得手后还是只领先独行侠3分而已 因为独行侠在上半场时就有投6中的外线 在第三节后半段伴随着当局的影响力逐渐复苏 共计投进4颗3分球 值得庆幸的是这4颗3分球并非是勇士防守失误产生 真要说的话就是波拉克这颗轮转稍微慢了一点 在当局传球后追猛应该要赶紧找人才对 至于哈迪这两颗3分球都是包夹当局要承担的后果 而且勇士轮转也不算太差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Josh Green的3分球 是勇士对连三波防守篮板都没有把握住的惩罚 不过比较有正义的是Lan被撞倒这个动作没有响哨 但是要说到最大的正义 莫过于第三节1分59秒的初戒 甚至在赛后引发许多讨论 经过我反复看影片 以及国外询问裁判组织后的报导 裁判第一个手势表示是勇士球权 第二个手势则代表独行侠方喊暂停 只是时间过于接近让勇士对误以为裁判改判 第一时间还起声抗议 不过在裁判解释后勇士板凳席都笑了才知道是误会 但显然独行侠没有得知这项讯息 沃尔德跟裁判沟通后也没有告诉队友 所以暂停过后的独行侠全部都站在前场边线等发球 不过剑撞但要裁判赶紧给球 让Luni直接得分 但真正奇怪的是 独行侠喊着暂停 如果是他们的球权 还是得在后场发球 怎么会全部都塞在前场呢 比赛到了第四节 走向和第三节很类似 独行侠选择继续燃烧当局去 发挥他的得分创造力 勇士则有连得5分的Curry 持续在进攻端发挥作用的Pol 打进二波篮板2加1与3分球的Lam 以及空切爆口的Kuminga 只可惜拉开到8分领先的分数 很快在哈迪连射进两颗外线的火力下 消失殆尽 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 双方攻防策略相当一致 坚持自己的防守策略的同时 却被对手的另外一种进攻手段痛击 独行侠确实让勇士的外线投得很不舒服 但勇士却靠着高效率的空切 Rawing与接球后的突破 冲击护框能力不好的独行侠进区 进区得分高达66分 完全是去年西区决赛的翻版 而勇士则忌惮当局的单打 除了派出Kuminga年防 还寄出大量包夹 不过对于当局的传球能力来说 凭勇士本季的防守轮转 终究无法限制独行侠的外线空档 由于是在哈迪跟Bollock这么准的情况下 上述说的同时也是比赛追5分钟的缩影 4分55秒 Kuminga挡拆后 Rawing上岸得分 4分40秒 Dong继续单打Kuminga得手 4分多中 勇士想在尝试Kurri与Kuminga挡拆时 Kurri却发生失误 让独行侠反超2分 下一波勇士则变换进攻策略 该打本场出现率极高的Split Action 让追猫空切禁区吸引到斜坊 再传给低脚的Dante投进3分球 反超1分 下一球则是进阶版本的Gaggo Action 第一时间Kurri没跑出空档后 再次跟Kuminga打档拆并制造到犯规 2分多中 比赛胜负出现了分水岭 勇士老中青三代大所中的老人追猫 和年轻人Kuminga展现了防守价值 连续三波守住杜星霞进攻 只可及进攻端也处理得不过妥善 任就只领先1分而已 1分15秒 哈迪靠着身体接触站上罚球线 不过只罚进1球 专业间勇士再次透过追猫的弱印 冲击护框不佳的独行侠进区 打进2加1获得3分的领先 即使下一波包夹当局让Went打进2分 勇士还是领先1分 勇士成功手下最后30秒的独行侠进攻回合 最后一波进攻则是再拿出代斧 让追猫先上挡拆再空切 换成Kuminga上挡拆把挡拆去点名 不过Kurri却选择回绝掩护切入 追猫坚撞则再次在篮下 清开Kurri的切入空间 因此把dive roll打成snack screen 让Kurri拿下关键的2分 推波防守勇士在领先3分的情况下 明显不给当局局到外围接球的机会 甚至不惜让他直接空切篮下 不过Bullock却没有传好 导致当局局的接球点非常靠近底线 不只送给追猫相当容易防守的站位 也并送掉独行侠的逆转机会 浓士本场胜利关键无疑在于 追猫和Kuminga这两个攻防一体的风险 出色的身体素质与频频冲击篮筐 确实让独行侠防线难以招架 尤其是Kuminga真的进步太快太多 Wikings只缺起1分之1的球技 就能让他有这种成长幅度 或许他真的是天才 Kurri和Port两位持球手也都展现出 当外线投不进还是有其他贡献的价值 Donte则是把握住4颗空挡的3分球 包括第4节末段关键的3分蛋 本场胜利对勇士来说至关重要 稍微拉开了跟独行侠的胜差 甚至能以领先第7种指挥狼一场胜差之之 回到胜率超过8成的主场 开启4连战 好啦本集就说到这边了 篮球没有终点 观众中有起点 我是酷奇 我们下一次见